光复乡大副称富安宫管委会庆祝主神古宫三王天尊圣诞千秋 一连三天做大戏之外呢 30号晚间也特别举行联欢摸彩晚会 首波超级寒流来袭又碰上下雨天 现场体感温度呢是低于10度了 庆祝主神古宫三王天尊圣诞千秋 也特别请大家务必穿戴保暖衣物一起来抗寒 让现场民众都觉得十分的温暖 庆祝主神古宫三王天尊圣诞千秋 富安宫管委会一连三天做大戏来祝寿之外 30号晚间也特别举行了联欢摸彩活动 敬百味的乡亲民众不为低温寒冷 一起来同情祝寿祈求安康 民间信仰习俗古宫三王精通医术免被治病 遂为民众所尊敬 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侵略全球 复原村民也祈求古宫三王也能保佑 为民众消除病害 外国那么严重 我们还能够那么幸福坐在这里 大家欢乐坐在一起 这就是大家有这个缘分 有这个福报 古宫三王会保佑大家 我要感谢我们徒主还有我们的陶杰 那么用心办我们这个晚会 给大家群聚在一场 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希望我们的 我们的庙宁昌龙 所有的百姓 大家平安快乐 一个人的结果都是大家的成就 也是各位相信的帮忙 光不向福安宫 古宫三王 圣诞千秋 除了庄严的祝寿仪式 乡亲民众也有古镇祝寿 以及歌舞表演 同时也进行摩采同乐 接触台北直播录影的县长 许正卫更是一路赶到现场 首播超级寒流来袭 低温湿冷 不仅加码摩采品 更是率众一起来抗寒 令全场民众暖身又暖心 毛啊 围巾 还有袜子 对不对 腿是烧 身体是烧 脖子是烧 跟这个后背 颈项 这样会不会怕冷 所以拜托 这三样 三样 这个冬天的时候必备 好不好 超级寒流来袭 又碰上了下雨天 现场体感温度 更是低于10度 现场许正卫也特别提醒大家 请务必穿戴保暖衣物 一起来抗寒 相信民众热情暖乎乎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